如果你最近都買了Sony的A6700 或者Sony的A7C Mark II也好 那今天講的新功能 你就一定要看下去啦 Hello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一個熱愛科技的影片我是SBECK 想像你們有沒有分享 有些最新的科技掣 魔術影片 還有當我們分享一個魔術影片 還有我們分享一個魔術影片 今天終於來到我們九位的Freenis Wednesday系列 我們今天的Freenis Wednesday要說些什麼呢 它就是 關於我早前買了的Sony A6700 裡面的一個新功能 我相信這個新功能 可能很多人都沒聽過沒用過 甚至乎你有一個更高階的Sony A7M4相機 上面都沒有這個功能 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包圍對焦 什麼是包圍對焦呢 我相信用相機拍照的你 應該都會遇過一個情況 就是當你拍一些東西 例如一件Product 我叫你來拍一部iPhone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你對焦在iPhone底部的時候 當你拍完照片出來 你會發現滑上一點 我想看回iPhone頂部的細節 你會發現已經是blur了 已經是沒有focus 這個其實是由於相機的 按光源的Sensor比較大 所以當你的光圈開到2.8 3.2D相對來說 比較blur一點 比較大一點的光圈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對焦的範圍 只有很小的一個距離 所以就是你為什麼拍底部的時候 它的頂部就會blur了 這個時候 可能你會說 我只需要較小一點的光圈 將它調到8 調到11 調到16 調到很小的時候 我便可以拍到很清晰的照片 理論上是這樣的 但這個問題就是 你雖然可以拍到很清晰的照片 但你後面會很blur的背景 它就會變得很清晰 相對來說 就沒有了相機的一個很blur的背景 我優勢在這裡 我們怎樣才可以拍到一個主體很清晰 但背景仍然是很blur的一個效果 我們就要用到我們今天所說的包圍對焦功能 我們首先要怎樣用這個包圍對焦呢 我們首先會先用一個腳架 因為整個包圍對焦功能 它就是通過拍很多張不同的照片 它就從後期再放到電腦裏面 做一個後期的Votoshop合成 去堆疊一張 我們想要的焦點是清晰的一張照片 所以我們首先一定要用一個三腳架 我們安裝了三腳架之後 我們再用相機做一個設定 我們首先要去拍照模式 然後按一下左 你就會見到有一個過片模式 我們再滑到下面 你會見到我們去到一個叫做對焦階段的option 這個對焦階段就是我們所有用到的包圍對焦模式 然後我們按右鍵 你會見到第一個就叫做步寬 什麼是步寬呢 這個意思就是當我們拍每一張照片的時候 例如我們拍20張照片 每一張照片之間的對焦點的間隔距離有多遠 例如我數值越小 例如我做1的話 每一張照片的對焦轉移的距離 位置會比較小 而我設定比較大 每一個對焦點的相隔距離就會比較大 所以當我們拍攝一些 例如比較細小的物件 例如iPhone、電話等 我們可以調整小一點就可以了 而我們要拍攝一些比較大件的物件 像一部車等等 我們的部寬相對來說可以設定大一點 我個人的使用經驗 用4是差不多的 而後面第二個選擇 就是拍攝數 拍攝數字的意思就是 你一共要拍幾多張照片 同樣道理 如果拍一些比較細小的物件 就不用拍太多 例如二、三十張應該就可以了 如果我拍一些比較大件的物件 可能就會拍百幾兩百幾張 那你就會在這裡設定 假設我現在設定了4 然後設定了20 它的意思就是 當我們一拍照的時候 我要設定焦點 我首先要設定 最近相機的焦點 例如我要拍一部電話 我就設定了 在最近相機的電話底部 當我們暗拍照的按鈕 它就會由底部開始拍一張照 接著會往遠一點 它會不斷加一點步距 加上會拍二十張照 等它拍完二十張照 它就可以將這些照片 全部input到電腦 用我們的Photoshop打開 然後再用Photoshop裡面的 這個堆疊功能 就可以堆疊回一張 我們想要的一個焦點 的一個物件清晰 但後面背景還有很blur的一張照 好 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的 包圍對焦功能 應該大家很多人都沒聽過 希望你們回來都可以試試 當你們拍一些的figure 或者拍一些你們想拍的物件 都可以試試用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們對於我個人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去探討一下 那如果你們覺得 今天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like這影片 和share給我的朋友 不要忘記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 那我們就是月外科技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Peace 我發現今天背景有點不同 就是後面這個Line O'Lift的燈 壞了 所以它就著不到了 任何人都是做燈Panel的廠家 可以有些更穩定連接的燈 可以傳過來比較平衡一下 那我就可以換了這些 整天連接不到的Line O'Lift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